2021年11月9日,大脚星人理事会,你们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不算小,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,译者,扬声传导。 大家好,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你们联系。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每一个人私下讨论任何事情。当你们向我们伸出援手时,请不要犹豫,要知道,从我们在第九维度的高处,我们不会觉得你们生活的任何东西是微不足道的或不重要的。 我们看到你们认为重要的一切,我们并不认为物理现实幻觉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重要。我们知道你们所生活的一切都会影响你们的情绪,无论你们是否有意识地感受到这些情绪。 我们也知道你们的情绪对一切事物的重要性和影响力。因此,当你们想象我们这样的存有和集体寻求帮助时,不要因为询问你们所询问的问题而道歉。 不要以任何方式将你们的生活视为微不足道。你们将与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保持一致。 我们对现实的看法是,你们作为源头的各个方面都非常重要。你们在那里导航帮助你们成长和进化的能量。 这些能量是什么并不重要,结果是一样的。你们所拥有的体验的意图是相同的。所以请承认你们的生命是重要的。 无论你们在做什么,无论你们过住什么样的生活。你们都不会害羞地与我们,大天使迈克尔,耶稣或其他任何你们可能投入的人联系在一个基座上。 你们是我们的一部分,就像你们与身体的某个器官或某些细胞交谈一样。 你们不会认为它们没有你们那么重要,尤其是当它们因疼痛或某种故障引起你们的注意时。 我们希望你们快乐。我们的目标是让你们对我们的言语和能量感到满意。 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快乐很重要。你们的喜悦会影响你们扬生的方式,它会影响你们扬生的时间,但是不会影响你们是否可以扬生。 你们可以在整个过程中感到快乐,或者你们可以把自己和整个扬生都看得太重。 但我们将继续尝试说服你们要放轻松,不要减少你们自己或你们的问题,因为它们是你们此时选择成长和扩展的独特方式。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与你们分享,与你们一起成长,并尽我们所能帮助你们。 因此,再次向我们伸出手,像我们一直在倾听一样对我们说话,因为我们有能力同时倾听地球上每个人的声音,甚至更多。 你们在地球上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们充满同情心,让我们想要提供更多帮助。 因为帮助你们和其他人是我们的全部,你们所生活的一切都在为我们服务,帮助我们实现以这种当前形式存在的目的。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,很高兴与大家沟通。 2021年11月9日,天堂来信,生活是一个比喻,一者扬声传导。 上帝说,现在你们看到了,然而现在你们还没有看到,这就是生活,世界上的生活就是躲猫猫,然而你们很惊讶,每一次你们都感到惊讶。 亲爱的,世上的生活是一个魔术,生活常常欺骗你们,生命本身就是永恒的,你们是永恒的,而你们比这更多,你们也是无限的。 没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,只有在地球上才有进出和为什么。 生活就像你们读过的小说,在生活中,你们翻页了,总会有一个新页面,你们想知道下一页会显示什么? 地球上的生命确实是一个翻页者,人生是一场修行,这是一种耐心的锻炼。 生活是你们发现自己的一次探险,你们弯曲你们的肌肉,扭伤你们的指关节。 可以这么说,你们是一名跑步者,你们是一名现实,你们也是消息以及发送和接收消息的整个过程。 你们是整个节目,必须如此,因为你们是合一的,因为我是合一的。 你们是如何来到这里并登上地球上最大的舞台的呢? 你们甚至可能不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。 就你们所知,你们在一个迷宫中,你们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进去的,也不知道怎么出去。 出口名为超越,你们在世界上更进一步,产生邀请并为幸福而欢欣鼓舞。 生活确实是一个过程,你们是自己生活的加工者,也是他人生活的处理者。 你们在你们转动的轮子上,你们坚持,即使生活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惊喜。 你们也将生活离心,愿你们有许多快乐的惊喜,提升你们的生活。 这不像你们通过魔传来运行生活,你们和生命一起逃跑,就像他一样,你们一起私奔。 无论如何,你们已经结婚了,你们说出你们的誓言,你们俩都说,我愿意,誓言与婚礼誓言不同,但无论如何,你们永远不会分开。 地球上的生命似乎是一个又一个的事件,生活在继续,但生活不仅仅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,它不仅仅是任何东西的集合,它是一种萌芽,这是一个冒泡,这是生命能量的爆发。 当然,生命有不同的颜色,质地和维度,这是生活中让你们感兴趣,有时会让你们悲伤的元素之一。 生活是一场游行,而你们也在骑中,你们站在路边,你们看着花车经过,其实你们在一辆飞驰而过的花车上,你们是你们所参加的游行的旁观者,这怎么可能呢? 然而它就是这样,所以它必须是这样。 你们是骑手,你们是你们所骑的马,你们正在参加一场比赛,而你们在场边。 我为你们加油,即使你们知道没有比赛是你们必须赢的,我们可以说你们从你们人生起飞的那一刻起就赢了。 亲爱的,没有最后的机会了,生活不只是机会,但机会还是很多的,你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偶然的。 无论你们参与,让步,接受,无论你们往哪里前进,都是你们的自由选择,即使这是你们的命运,人生是一个比喻,这真是一块馅饼式的生活啊。 生命在燃烧,生命也在灭火,在这之下,生活是稳定的,但生活不会禁止,它总是在移动,而你们正在移动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